做黑金 然后呢 今天呢 其实 我相信在线的好多位 好多位 其实我们呢 都是属于投机者 包括我自己 等一下 没有出来的 我那个 对 好 对 其实我们大部分都是投机者 然后speculator 为什么这么讲呢 其实投机者的目标呢 其实很简单而已 当 那我说我吧 当我们预测 这个市场 价格未来会升 那我们今天就先买入 买入啊 另外一个 刚刚前面有说 就是long 就是买给他 我们aspect他上 买他上 然后呢 当我预计 价格会下降 那我会先 short这个futures 我先卖出他 好 然后之后 价钱去到 我理想的价钱呢 我就再用一个 buy的contract 再给他 cost回来这样子 然后 另外一个呢 就是投利者 套利者呢 他比较属于就是 会在这个 现货跟企划市场 都做这个 不同方向的 这个 价查的 这个交易 所以他也是其中一个 还蛮普遍的 一个交易方式 那大部分呢 大家都是还是在投机者 然后说到这个期货呢 就这个也必须要先了解 每一个 每一个人 也包括我自己 然后 起初刚开始学什么是 企划的时候 我们必须要先认识 contracts back 因为每一个期货呢 他都会有 他的 两人里面的一些重要的资料 你都必须要知道的 包括这个 期货合约里面 包括这个合约 是什么产品 他必须要有一个 现货市场 他才会有一个期货市场 因为那个期货市场 就是要 就是会 完全tracking 这一个 现货市场 所 带来的那个 起跌的那个波动 他一定会有 一个 现货市场 就比如说 Futures of KLCI 他tracking的就是 FBM KLCI Index 然后Crew Palm Oil Futures 他tracking的就是 Crew Palm Oil的价钱 然后 Crew Oil Futures 他tracking的就是 Crew Oil 所以呢 就要有一个现货 才有一个期货 然后呢 期货呢 你必须要懂的是 这个产品 那产品的质量 就是他可能这个 他比如说Crew Palm Oil的话 这个Crew Palm Oil 是什么 quality的这样子 然后 月份 就是说你每 交易 这个 怎么想讲 期货合约呢 就是 就是有月份交易的 那等下到下面 时候会给大家看 那个交易平台 你又看那个月份 月份 你会很奇怪 到底这个东西 是怎么样的 然后数量 虽然就是说 你今天 就是说我们拿回 那个免货商的故事 的话 今天有交易 你交易一个lot 还是两个lot 这样子 然后你需要用到 多少的码件 这样子 然后价格呢 价格就是你 进场的那个价钱 然后呢 我们先来进入 就是 福祉大马基罗波 综合指数 企划 FKRI 哇 好长 好 那我们就 以大家所认识的 名字 FBN-KLCI 然后 这个FKRI呢 你就要知道 它交易的品种 是什么 它tracking的 就是 FBN-KLCI 之数 然后合约大小 就是 比如说 现在 比如说 现在我们讲 FKRI 必是在 1570 如果说 1570 那你要知道 那你要知道说 现在这个合约 它的价值是多少 就是 1570 乘50 那就是它的价值 可能大家手上 可以有计算机 可以按一下 如果今天 FKRI 今天是7月份 EFKRI 7月份 刚才 必是 如果是在 1570 的话呢 你拿一个 1570 乘50 那其实 如果当你今天 是已经有 hold着一张 FKRI contract的话呢 你hold着的 那个value呢 就是 78500 value的一个contract 但是你只需要一个保证金 4200块 然后 好 接下来呢 必须要知道的是 这个价钱的幅度 是怎么跑的 每0.5个指数 点为25 它是这么样跑 就是 比如说 刚刚我说 那个价格在 1570 然后它的上下波动呢 就是 1570.5 1570 1570.5 1571 1571.5 然后就是 不管上下波动 都好 它最靠近的 就是0.5 它就是0.5 0.5 这样子跑 那每 如果你今天 你进场 你 你 Xperia Market 是上的话呢 你进场 在1570 价格去到 你进场 Long在1570 价钱去到 1570.5 的时候呢 你这里呢 你就赚了一个 20块 那相反的 如果你在1570 进场呢 然后呢 它就跌了一个 0.5 它去到15 69.5呢 那其实你这里 就是亏了一个 20块 所以呢 它这个是告诉你 这个是怎么样算的 它的那个波动 好 然后接下来是 合约月份 合约月份 它是告诉你说 你在这个 今天你 你交易这个 FKRI 这个contract呢 它让你知道说 目前为止 比如 PUSA Malaysia FKRI 它offer的是什么 M 有什么M 你是可以交易的 那你就要注意 这里是 现货月份 下一个月份 以及两个 日历 季月份 后面的 不用讲 后面的 不开心 所以你要记得 就是日历 季月份 就是quarterly 3月 6月 9月 12月 所以呢 FKRI 现在是7月份 第一个 它的条件 第一个是 线月份 第二个是 下月份 接下来就是 两个 日历 季嘛 所以呢 你就 你打开 Practform 你打开 全部FKRI 出来 你只会看到 4个contract 也就是 7月份 8月份 然后9月 还有一个是 12月 所以呢 所以FKRI 目前就是 每一个月 你每一天 开Practform 你能交易的 就是4个月份 而已 然后交易时间 要特别注意 交易时间 就是星期一 到星期五 早上 开始在 8点45分 然后 就是第一个 Session的 那个B4 是12点45分 那这里要 特别注意 是它Pre-opening 是在30分钟 之前 所以就是 8点3 那你就可以开始Place Order 你可以Place呢 只是Limit Stop Order Market Order 是Place不到的 Market Order 要准准8点45分 才可以Place到 这里呢 你要得到时间的 准确性呢 其实大家的手机呢 都是可以得到 准确的时间 然后 另外一个 那如果说 不好意思 那如果说你 今天可能你的 你是要早一点 去上班 早一点起创 的话呢 你可能你的时间 就跳坏了 你可以用一个平台 叫做World Clock 你可以在Google那边 打World Clock 你就可以拿到一个 很准确的时间 然后 连那个秒数 都是很准的 8点45分 准准的 就会有Matching Matching那些 你就会看到 那个假期 那动了 然后 接下来12点45分 休息 下一段时间 是两点半 两点半 然后一样 Pre-matching是两点 两点开始 你就可以下班了 然后两点半之前 你下单 你配Reject 所以你要 所以你就 你可以看一下 你的单 有没有被接受 被Reject 它会给你 说原因 为什么被Reject 然后它开始到 5点15分 所以你可以记得 就是它在那个 我们现化的Market 是9点开 然后它是15分钟 之前开 然后现化Market 是5点关 就是 就是整个 CalcEiMarket 是5点关 然后期化 是也15分钟关 然后营业日 就是根据 这个Gilber 营业日 而定 然后最后 交易日 最后交易日 就是说 现在我们交易 的是7月的合约 然后呢 7月合约呢 几时是 最后一天的交易日呢 就是合约月份最后 所以就是说 要注意看的这里 就是 等等 好 好 7月份的最后一天呢 就是7月31号 也就是星期五 所以呢 星期五那一天呢 就是这个7月的合约 是可以 最后一天 做交易的日子 所以你在8月1号的时候 你就会再看到 7月份的合约 然后呢 接下来这个 也要找解算方式 这个比较简单的 就是通常 期货这个指数的话呢 它都是以现金结算的 然后接下来呢 就是 也是合约一个 但是简化板 让大家可以 一眼看 一眼可以 捕捉这个东西 是怎样了解的 好 第一个FKRI 最小变动率 就是0.5 每波动0.5 就是25块 然后保证金呢 现在的一张 FKRI合约 你要进场 你必须要有 4200在你的户口 然后呢 这个保证金呢 是7月1号update的 然后它随时会更改 就根据市场的波动 然后交易所呢 交易所呢 就会根据这个波动 做更改 那如果 可能 可能马来西亚市场 波动没有那么强烈的时候呢 它可能会调低 然后你就可能 有机会再进多几张 这样子 那如果呢 这个 好像3月份的时候 那个 全球股市崩盘啊 还垄断是吗 那个美国股市 对那段时间 期间的时候 是非常 volatile的 所以呢 那个保证金 当时候 我其实不太记得 是多少钱 但是是超过5000块的 非常贵 所以呢 它就跟着波动力 而做更改 然后再来 就是要知道的蓝色这一块呢 就是要知道这个 FKR Contracts Tracking FBMKRCI 有 有现货 才有期货 然后 交易中止呢 就是这个 合约份的最后一个 最后 这个合约份的 最后一个交易 然后就是7月的合约 7月最后一天 然后8月1号 就不会看7月了 然后8月的合约 就是可以交易到 8月的最后一天 如果最后一天 是在Buy6的话呢 那就是在前一天 就是Buy5 它就要结算了 好 这个呢 是Philip Normal的平台 然后这里 其实想要 这个是我3月期要Capture的 其实想要让大家知道 就是 就刚刚 刚刚所提的 当你一打开完 全部 B&D KRI的Contract 你其实可以看到了 就全部FKI 就只是4个 合约在交 在这个交易 然后呢 你会看到 你有时候你想 你会不清楚说 到底哪一个 MUN是最Active的 然后我们为什么会说Active呢 因为Active呢 就是如果我们 以投机者的心态来交易的话呢 你当然是 当然是想要Volume高的 Volume高的那一个 合约 你进收场了 就很容易 就是我们讲Liquidity 所以呢 通常呢 Indexes呢 都是 第一个MUN是最Active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 活益交易月份 对不起 跳太快了 好 就是 另外一个名字呢 我们也可以 我们有时候会叫它 叫做Sport Month 就是第一个月份 好 所以一望下去 可以看到 最高的就是July 现在 其他月份呢 其他月份 其实也是可以交易的 那如果你有更长的 Planning的话呢 也是可以去到12月份这样子 好 所以通常我们会鼓励说 如果你不要后太久的话呢 就是 交易那一个 第一个月份 好 接下来呢 就是说 就是会 分享一些关于基本面的 然后关于FTI 这个 会影响FTI因素呢 通常会有这几些 宏观经济因素 也就是外媒的市场 因为 尤其是Futures 我觉得Futures啊 是还蛮 就是 还蛮受这个 sentiment的影响的 但今天 其实今天 如果马来西亚 都是大好消息 但如果 外国 尤其是强国 就是美国 或中国 或者是 香港 香港 算是其中一个 它的那个 也是有一点点影响力 然后 就是 如果有一些 他们之间的一些 新闻 比较负面的新闻 比如说 这个会让到大家很紧张的 当他们的局势一紧张起来 就是全球的股市跟他们一起 就是跌这样子 大家对于这个经济还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 没有抱有什么 那个叫什么 没有抱有什么 那个 那个 positive的心态 就会紧张 然后大家就会一起买 所以这个是外围经济因素 然后国内经济就是自己国家的 然后 再来就是新闻的影响 就是选举 选举 前一两天 跟后一两天 跟准准那一天 对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波动力是很大的 然后战争 然后战争 战争 马来西亚是安全的 然后财务粉丝 这个 这个如果有 怎么样讲 如果你有投资 stop的话 你就会知道这个东西 然后就是通常都会在年尾的 window dressing会比较强 就是说 是时候 是时候要做一个closing了 然后会看到那个 股市的位置 然后接下来就是大马 接下来影响因素呢 就是大马重权股盈利报告 和它的走势 然后 要知道的是FBM PLCI里面的成分股 有拿30价股 好 然后先来就是 先来就是进入这个 马来西亚成长预估啦 然后关于这个 马来西亚成长预估 其实 这一个呢 是World Bank的 那个forecast这样子啦 然后 其实 其实这个很不意外 好多国家都是被forecast 2020年的时候呢 的成长率是negative的 最主要原因 大家都知道 因为那个coronavirus 大家都没有办法出来 大家就是 只好坐在家里 等待 然后 好多时间都是在家里 然后 整个市场的那个 consumption就不太好 然后整个需求也比较平静一点 然后 其实不意外的 非forecast negative 再来就是这个 IMF International Monitoring Fund 对于这个 我们是属于这个 Imaging Imaging Market Developing这个country Developing Economy So也是 也是 就是 给了一个 复数的一个成长 然后 这个很意外的就是 为什么 Imaging Market 会比较低一点 反正是 Advanted Economy Advanted Economy 这里呢 FKRI跟这个FBMKLCI 新货的这个走势图 就是很相近的 就像刚刚跟大家说的 有限化就有期货 然后蓝色的呢 就是FKRI 红色的是FBMKLCI 所以你要 Trade FKRI呢 你就必须要认识 FBMKLCI 然后 再来 这个图是截至 5月29号 这个Foodseed Russia 这个 算是这个 算是公司 这个 这个集团 那这个是他们 几乎是 应该是每一个月 都会有一个update 不过呢 它的包括呢 因为这个data 其实还蛮贵的 所以它包括 只会告诉你 Top10有哪 哪 哪几个公司 所以呢 在FBMKLCI里面的 Top30只股里面 它会让你知道 Top10的有谁 然后 你就会看到 其实牌上面的 都是银行股 大部分银行股 都是牌蛮高的 然后意思是 告诉你说 其实银行股的 那个波动力呢 就会 就是比较 significant的影响了 这个FKRI FBMKLCI的 这个movement 然后呢 接下来呢 有这个 大家很 大家最近也是很红 很熟悉的 Healthcare的股 就是Top10和这个 Hata Delaga 然后 甚至非常意外的 就应该是前两天 这个竟然是 Top10和Hata Delaga的股 拉高了 这个整个FBMKLCI的 这个 指数 然后这里 其实要表示的 就是 银行股 它还是 它还是成分最大的 它影响还是最大的 但是呢 最近因为这个 Coronavirus 事情 这个 保健 这个关于这个 医疗保健股的 他们也开始就是 也可以看到 他们的重要性了 好 来这里就是 这里呢 是 给大家看 10大 然后这里呢 其实它 在西风 西风 Industry 来 就是 西风 Industry 来跟大家讲解 这个 Industry的 Wittage 是多少 然后这里 可以看到 一个food和beverage 也包括plantation 就是 其实plantation 就是 Crupa Moy的 都是 还蛮 这个 Bittage 也是还蛮重的 然后你可以 这里呢 我们这个 再跟大家 再跟大家说一下 这个是 截至5月29号的数据 然后 6月呢 有什么更改呢 这个之后呢 大家可以上 这个FUSI 网站 查看这个资料 然后 可以看到的 就是 BANKS 占了30% 所以整个来讲 这个是整个FBMPLCI 在5月29号的时候 BANK的 这个Vetage 是占的最多的 所以呢 就是BANK的 这个 影响力 算是蛮大的 然后接下来 还就是food跟bearer 包括 food跟bearer 包括种植业 然后有healthcare的股 然后还有这个 电讯跟这个 utility的 然后除了 这个除了 FUSI Russell呢 可以找到 这一方面的资料之外呢 大家也可以去 一个website 那叫做malatialstock.biz 这里我没有放 我就这里 这里告诉大家 malatialstock.biz 你进去呢 你其实你可以直接看到 那30只股 是拿30只股 但是他没有 他不会 给你知道 他的marketcap是多少 他只是30只股而已 所以呢 你每天呢 也可以上 那个malatialstock.biz 看这个malatial的 这个FBMPL 现在是30只股 哪一些 好 如果刚刚说 刚刚说要 要tradefkr呢 你就必须要知道 他的重拳股 有哪一些 然后前面就有给大家 看的一些数据 是金融医療 跟重职业 重职业 包括那个银食业 然后 好 这个图看前写的 这个是tradingviews 那边可以做的 tradingviews.com 可以让大家 就是可能 也可以看malatialstock.biz 他有delay的 这里先discriminate一下 然后 好 这主要是 大家看到的 这个1576.5 最右手边 这个蓝色的呢 就是我们的 fkri的股 这个指数 然后呢 这两个呢 青色呢 跟这个orange色的呢 看到吗 他超过的 那个蓝色股了 这两个呢 是最近 这个topglow和hata的 这个指数 也就是说 可以看到 他们生 他们 就是在过去的 这两天里面 这个影响力很大 然后接下来呢 在这个蓝色下面的 指责呢 它是KLK 就是放一个代表 这样子了 算是 vittish蛮大的一个股 然后再来呢 就是最下面的 粉红色 跟另外一种青色呢 它就是puby bing 跟may bing 所以你可以看到 就是从以前 这里可以给大家 看到的是 从这个 2019年的6月份 到目前为止啦 7月 这7月头的这个 这几个股 这几个中选股的走势 好 之前呢 其实一路来呢 都是银行股 银行股的影响力 跟这个pandation的影响力 比较大 那最近呢 最近也就是 通过了这个coronal 而生的事情 然后慢慢就是 有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industry的股 开始影响了 所以呢 要求FKRI 可以注意这些股价的波动 好 再来呢 这个是 这个是FKRI 2020年 38年的这个走势图 然后 众所皆知 大家也知道 这个新冠肺炎 非常的厉害 导致全球股市崩盘 也 也刚刚有说了 就美国 熔断大概几次了 然后 当时也是 很幸运的 有机会看到这一幕 因为当时 本人是坐在晚班 看着那个市 其实还蛮紧张的 然后也包括了那个 有价跌付出那一天 超级紧张 如果 如果你在场的 如果你是看着那个 市的话呢 其实你还蛮紧张的 所以呢 这里也介绍 一介绍大家 如果 因为 也算是最近的股市 也算是 全球吧 全球吧 当时候 因为有太多 不确定性的原因 在包括这个 新冠肺炎的这件事情 然后也导致了 全球的 这个好多的市场 包括 commodity也好 index也好 每一个的波动率 都非常大 所以呢 如果你 如果你要进场的话呢 就必须要 为自己 设置一个stop lot 不然的话 broker 打翻页 如果他找不到你的话 到了某个 价钱 到了某个阶段 那个equity 顶不过了 broker 就会 就会action 就可能会 断掉那个position 因为要为了避免 避免 是在这个 这么大波动的情况下 然后让客户 输完钱不可以 我们是 broker 是不可以 这样子做的 然后 所以呢 他们在一定的时候呢 就必须要做 一些action 这样子 所以原因那时候是 真的是亲眼目睹 亲眼目睹 那个情况 所以就 所以就 跟大家分享 这个一小段的 这个经验 然后 好 然后呢 也就是因为 这个原因 全球股市 都一直大跌 然后有 全球经济 包括马来西亚 就扩大了一些经济 这个刺激的计划 然后 马来西亚呢 其实有 等等 马来西亚其实有 差不多有三次的 这个stimulate package 也就是 也就是大家所熟悉的 就是政府给我们人民钱花 然后因为MCO 没有办法 大家可能有 有好多行业是 没有办法工作的 然后 没有收入 所以呢 政府就 就必须要做一些动作 要让大家 在这段期间 也有一些钱花 虽然不是很多 但是 要赶而打 好 然后 也就在 差不多这个 其实第一轮的pacation 是在1月20多号 那时候呢 要帮助的是旅游业 然后旅游业的话呢 那时候是 是因为是中国风嘛 所以中国风光 然后我们这里 没有的那个旅游业 会比较差一点 那时候是帮旅游业 然后之后呢 是比较全面性的 帮助全国人民 然后 大概在这个3月27号呢 有第二次的这个pacage stimular package 然后 也就是算是最大型的 然后在4月6号的时候呢 又有第二型 所以呢 这里可以看到 就是说 政府的这些举止呢 其实也是为了要 刺激经济 因为 当大家在 在就是避免这个 corona virus的时候呢 已经算是 不是很想要 来花贴什么 然后他希望呢 这个pacage 就是可以让你重新 有这个信心 就是对这个market有信心 所以呢 就政府呢 就出了这一些 振兴计划 振兴资金 然后就是原油 对不起 原油价格呢 是orange色的 然后蓝色的是这个 fkli的这个 指数的这个波动 所以呢 这个 因为马来西亚是net export 其中一个 还蛮大的net exporter for石油 石油出口国 然后呢 这个原油 对我们这个马币的影响 是非常的大的 OK 看到那个当时候 那个价钱 去到negative的时候呢 就是在 应该是最低了 这个图里面 orange色最低的那个地方 在2020年旁边 去到那个地方 那时候股价也是 跟着一起崩 那时候也就是 刚刚前面一张主杂 看到那个V线 然后呢 后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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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种种的一些 政府的动作啊 以及 以及 这个经济慢慢 开放回来的时候呢 就 也 也就是 全国人民的 大家的一起的 一个帮助吧 就把这个 经济慢慢 弄好起来 然后 虽然说是看到 股价 股价是上升啊 但其实 但其实里面呢 fundimental呢 整体来讲呢 应该还不算是 很乐观的 因为 也是根据 个人所谓的阅读啦 然后有好多的 analysts也分享说 这一个市场啊 突然间 涨那么快啦 也是要注意 也 也不要一直 追高 也是要注意 稍微注意一下 好 然后 接下来是 一样 如果要 交易fkri 也可以 就关注的 就是 马币走势图 然后这里一样 也是给 这个是从 Bubble拿到的资料 也可以给大家 看个对比 白色的呢 就是 这个 这个fkri 然后蓝色呢 就是马币走势图 所以其实可以看到 就是说 从2010年到2020年 整个马币呢 是怎么样影响 这个经济的 然后 这个 其实普遍 大家也可以 也可以理解的 就是 如果马币很强的时候呢 就会有外资进来 但如果马币 弱的时候呢 外资就要撤啦 所以就是 就是 就是也可以看到 也是 也是反映出 那个外资的 一个反应这样子啦 然后 主要就是 我觉得后面 后面有起是 2016年 之后到2020年 它虽然是有起 虽然那个股价 有起回到 1800多 那时候来 怎么样都没有办法起 我觉得很 很 怎么讲 个人觉得很大原因 其中一个是马币 另外一个是 国家自己本身的 政治的一些关系 所以我觉得 这个还蛮是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然后 这个图呢 可以让大家 就是做一个对比 其实 也算是说 马来西亚指数 跟这个 世界第一大经济 国家的一些指数 走势还蛮相似的 好 就可以看到的 最低白色的 也就是 就是FKR的那个指数 然后呢 蓝色的是 Dougins 红色的是 S&P 然后 那个紫色的是 NASDAQ 这里可以看到 就是以前 其实以前 NASDAQ 每一个 每一个股市都 差不多一样走势 然后来的时候 就是 感觉 马来西亚有一点 脱离其他的了 然后再来的就是 可以看到 慢慢进步 慢慢在进步中 时代慢慢进步中 可以看到 隔级股的重要性了 然后 现在 如果说 以最新来看的话 NASDAQ 紫色的是 Leading了 好多的这个 这个什么 好 好多的这个 股指的 那个期货 然后 最新的 也就是 昨天 7月7号 马来西亚 就是 这个 等等 马来西亚的 这个委员会 Malaysia Meritory Policy NPC 就有一个 有一个会议 就做了一个决策 也就是 把马来西亚的 这个 Overnight Policy Rate 就是 调低到 1.75 在 这个 这个呢 其实也就是 差不多 在今年 里内 已经调了 昨天应该是 调了第四次 1月22号 1月22号 调了一次 从3% 到2.75 3月3号 2.75% 到2.5 就是 调低了一个 0.5 再来就是 5月5号 都是双数的 3月3号 5月5号 就是调了 2.5到 2.0 也就是 那时候是 调低最多 0.5 然后昨天是 0.25 好 好 在这里呢 我想要跟大家 做一个互动 就是 我想知道一下 这个 Overnight Policy Rate 它降低到 1.75 呢 我相信 对于 好多投资者 其实还蛮大的影响的 那我也想要 亲身的 其实认识一下 也知道一下 这个OBR Rate 对于大家 有没有影响 大家可以做一个投票 好 应该都 差不多可以看到了 大部分 其实是有影响的 我相信 有影响大的 尤其是在 FD FD这一边 因为 原本说 原本说 我有一笔钱 我放在里面 靠FD的利息来过活 但是因为 这个原因 让我 没有办法得到 很好的回酬 然后这个 其实这个动作呢 政府也就是 间接 我觉得这个动作 最大可以 会帮到 最大会看到影响的 我觉得是股市 因为 它这个动作 也希望是说 我们就是 人民就是 不要把钱存起来 就是拿来市场用 拿来市场用 有很多种嘛 然后 我也是 如果这样 theoretical来讲的话 银行的 那个贷款率 就降低了 但是它的贷款 又很严格 就是说 你要借钱什么 又很严格什么 所以 如果说讲房屋来讲的话 可能 可能对房屋的影响 也是有 然后 但是我会觉得说 在股市影响 会更大 就是说 可能 大部分的 你会股票的话呢 你或许会 把钱拿出来 然后投资在 这个回酬率 比较高的地方 我听到一个 叮咚的声音 是什么来的 有人可以告诉我吗 Oliver 好 那我继续 没有 没有 没有东西 又听到叮咚一声 好的 那我继续 不好意思 打差了大家 好 这里呢 就是 想要说的是 这个 这个 这个举止呢 可以 会 或许会给股市 带来一波 还不错的 就是 一个 demand 这样子 然后 另外就是 可能 bond market 也是会有demand 所以这个是个人 对于这个 overnight policy rate 的 这个看法 然后对 就是 截止 昨天 7月7日 也是历史新低 一直以来 可能最低 也是去过哪里 2.0 是吗 如果是2010 看到是2.0 然后 这样前面的 就没有注意到 抱歉 然后这里呢 最低 历史新低 1.75 然后 再来 会不会再调 第一次呢 这个本人也不好说 因为 如果经济 如果 有恢复到 政府所 这个国家 所 期待的 那可能 1.75 就是最后 今年的最后一次了 好 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个热点图 也就是FKRI 过去20年 这个有一点萌 不好意思 因为这个 它的姿态多了 我 Screenchrist下来的时候 就是这样子 大家可以看到 第一排是 January February March April May June July 到December 然后这里呢 2010 years Average 这里呢 就是从2020年 最低 去到20 对不起 2020年 到2020年 就是这过去 20年里面呢 这个FKRI呢 在每个月份呢 的走势 是怎么样的 然后绿色的呢 就是Uptrend 就是说FKRI 比如说 January FKRI 然后 January 就是 1月份 比如说 2020年1月份的时候呢 股市是红色的 都是大点的 大多数都是大点 它是这样子讲 那这里呢 其实很明显的 你可以看到 7月份 尤其是7月份 跟这个12月份呢 都是属于Uptrend的 比较多 所以呢 可以考虑就是 这两个月份 可以做Long的 一个决定 这样子 然后其他的呢 然后其他的呢 11月份呢 通常呢 通常呢 是道圈比较多 然后再来就是一个9月份 也是道圈比较多 所以也是可以注意 如果就是有一些 如果就是有一些 有月份 有一些小小的 Window Dressing的 也可以 抓住那些 可以Long的 那个机会 好 然后再来呢 这里就是 跟大分享 接下来 这个整个股市 股指市场呢 可以关注的就是 市场也是一直在说的 就是会有全球第二波 冠状病毒 大流行的来袭 其实有没有第二波呢 暂时马来西亚 还算是安全啦 然后外国呢 尤其是我们看美国 它会不会有第二波呢 其实它一直都没有停过 所以就是感觉上 它 感觉上是 第二波可能就是 影乐已经来袭了 然后 但我们看美国 还是觉得很OK 大家的 他们的人民 都还是很放松 都还可以出节 这样子 其实是非常羡慕 他们的胆量 然后再来呢 第二呢 要注意的 这个美中贸易关系 美中贸易关系呢 已经讲了好多年啦 一直以来都是 一直以来都是 还是在看他们 看他们的那个变化啦 然后 暂时是比较放缓啦 没有 暂时比较放缓啦 因为 美国那边 就比较要专注的是 他们这个 冠状肺炎的 这个事情 然后接下来呢 就是国内政治不确定性 所以呢 其实我每天打开新闻 可能都有看到好多 关于政治的这个新闻啦 所以也是可以多多关注 接下来呢 就是第二季度 企业报告 也是可以慢慢关注 有好多的这个公司呢 都开始要 也就是也是 有一些在进行中啦 就是报告他们的这个 第二季度的那个 第二季度的那个 report这样子 然后这里呢 写的这个重大经济事件呢 这个七窍了 已经过啦 也就是刚刚前面 跟大家分享的 然后再来就是美联储 就是Federate 会有一个FOMC的这个货币政策会议 在7月28 跟29号的凌晨 没错是凌晨两点吧 他们会有就是做一个公布说 他们或许也是会再继续调利息 所以当你看到这个关于货币政策的 的这个会议呢 通常呢 他们公布呢 就是他们会被调利息 还是降低利息之类的新闻 然后可以多多关注 然后啊 个人 个人对于这个啊 接下来马来西亚这个 到年为吧 到年为啊 这个不好说 就是根据现在 个人对于这个 FKRI之后会去到哪里 觉得怎么样 应该是不会去到太高 因为今年来讲 还是有太多不确定性的 那个因素在 所以呢 或许或许 1600块是最高 哦 好 那就接下来下一个呢 那下一个我们就来 看看这个FCBO了 我本身呢 就是还蛮喜欢 就是研究FCBO的 所以可能FCBO呢 会过多一点时间讲解 那我们先来认识这个CBO的合约规格 好 CBO呢 它的交易品种呢 就是原种理由 也就是另外一个名字叫毛种理由 也就是还没有 就是刚从数上采下来的 然后还没有经过任何process的那个油 然后它合约大小是25公吨 就是说一张 如果你今天是买一张合约呢 它就是25公吨 然后价钱最低价格波动 每公吨是一零级 意思说如果今天CBO是交易在2700的话呢 它上下波动就是2701 2702 2703 然后啊就是上下波动是一零级 所以呢 当波动一零级呢 就是等于25零级 所以你就是说 如果你今天你买 你今天你进场进对方向的一零级 就是 就是会赚一个25 但今天你进了 然后你方向 它可能反你方向 总乱就是亏一个25块 一个一块25块 这样子 然后合约月份呢 这个其实稍微复杂一点 然后它有限月 然后接下来11个月 你就是说CBO 你可以交易很多个月份 然后交易时间要注意的就是 这个市场比较迟开 10点半 然后开到12点半 这样子 这是第一个Session 一样 它Preopening就是半小时前 10点就可以开始下单 第二个Session也是一样 就是2点就可以开始下单 要记得你Preopening时候 只可以下Limit跟Stop 下不到MarketOrder 然后再来最后交易日 就是现货月份的15日 中午12点 就是说如果这个月是7月的话呢 它就有一个交易日呢 7月份的15日中止 15日的12点就不能交易了 解算方式 这个是现货交割 就是说我们到时候 刚刚就前面有说到 说在场的可能在线的各位呢 都是属于这个投机者 所以呢我们都不会建议大家 现在7月交易7月 不会 我们会建议大家交易第三个月份 也就是7、8、9 我们先交易 如果投机者的话 我们只是要赚价钱了 我们就交易9月份的 好 简化版的合约规格 最小波动 一波动等于25零级 保证金目前为止息比 就是7月 截止7月1号的时候呢 就是菩萨有出了一个公告说 保证金本来是5000块的 然后现在降低到4500 然后一样许时会更改 然后这个合约里面呢 是25公吨远中旅游 然后一样 终于交易中止 就是现货的15号的12点 但这个呢 大概了解一下就好 好 这个是我们的NOVA平台 这公司的NOVA平台 然后一样 你可以就是开平台的时候 你可以把全部月份都可以加进来 你可以看到 一看下去 哇 CPO交易的月份那么多 好 那么通常呢 我们应该就是说的 其实 其实呢 因为这个CPO 它是属于现货的 现货交割 它的那个起算方式 现货交割 所以呢 如果我们是投机者的话呢 我们只是要价 我们只是要赚那个价差吧 我们只是要R by low sell high 赚那个5块10块这样子 所以我们就 就不鼓励去到最前面月份 你看那个volume才75 其实这个通常呢 都是属于 有现货 有现货市场交易者 都会 都会 继续留在这个市场 等到他们要 真的是要交隔那个月份 所以呢 我们通常呢 交易的话 投机者 我们就 直接去到这个 第三个月份 第三个月份 是其中一个 你可以记住的方法 另外一个方法 就是你直接把contract开出来 你看到哪一个是最高volume 就是交易那一个就对了 所以 我们有时候会讲 Turtman Continuous Turtman Continuous 我们看chart也是 看Turtman Continuous 就是第三个月份 就是如果 如果这个7月15号呢 7月contract呢 已经expired了过后呢 接下来呢 接下来呢 这个september就会被移上去的 它就变成第二个月份了 然后呢 16号过后呢 活跃月月份就会变成 October了 所以这里要稍微记得 然后chart的话呢 它怎么连 chart就是说 september 7月15号 7月15号 July expired 这个september变成第二个月份的时候呢 16号呢 他的chart就会从september的最后的价钱连去October的opening的价钱 就是这样子 所以呢 要知道活跃交易分是哪一个 最好就是开那个turtman form 打开全部的contract吧 你就知道哪一个是活跃的 好 然后接下来呢 就就跟大家分享这个影响这个CPO的这个因素基本面 然后这里就比就把它分成三大类 重要好像关于这种产品的农产品的都是不是供应就是需求 不然就是外盘 外盘就是这么 因为他们是竞争对手 这样子 比如说芝加哥的soil 大连的这个pam oil 是有关联 连带关系的 它不是直接 但是怎么样都有关系 然后 什么样影响到供应呢 尤其是主产国的气候 还有它的树的年龄 然后呢 它的播种成本 它目前脑洞力情况 目前呢 CPO是常讲的就是 现在因为coronavirus的事情 所以有好多就是 可能工人没有办法出来上班 或者是请不到工人 因为他们 像说大多数 种子源呢 都是会请外劳多一点 就是有工人 这个采的比较快 那工人少呢 就采比较慢 就是这里就是会影响到 它的production少 因为果有了 但是没有人去采 然后再来就是全球经济走势 今年一样 一样一样 CPO也是越遇到 很多的不确定性 尤其是 在coronavirus爆发的时候 整一个export demand 都不太好 所以它都影响了 然后这里需求呢 通常是个 马币走势 就是马币 如果马币弱的话呢 我们就会expect 外国会买很多 然后因为相对来讲 就是马币弱的话 它们可以买到便宜的 然后再来就是原油的走势 原油走势大大影响的是 自从有了生物柴油 这个东西 就是说palm oil跟水 也是可以拿来制造生物柴油 然后主产国消费 国的一些政策 进口税跟出口税的东西 好 这里带一下就是 我们可以看看 2020年第一季度的时候 OK 第一季度就是 差不多从一月份吧 其实在2019年年尾的时候呢 是涨了 涨到三千多块了 之后就慢跌了 主要其实新冠肺炎的爆发 另外就是 大家可能也有看到新闻 就是我们国家的政府 那当时候的政府 与这个印度的一些外交 外交争端 所以呢 导致了他们不想要买 我们的这个中油 然后大家可能也知道说 最大的 出产国 这个中油呢 第一呢 是印尼 第二呢 是马来西亚 然后第三呢 其实是泰国 但是呢 他们的出产量呢 远远都不及 印尼跟马来西亚 所以呢 怎么样 怎么样来说 就是最大的出产国 最大的出口国 原中油 还是印尼跟马来西亚 然后 如果是说需求的话 就是买的 买的呢 大的呢 大的国家有 有几个 就是印度 欧盟 还有中国 这些是他们需求 然后印度呢 其中一个很大的买家 因为一些外交的争端 所以呢 就 他们的需求量 大大了影响 这个 马来西亚 这个中油的出口 然后 接下来呢 中间这一段呢 因为需求 因为需求低 没有什么需求量 没有什么需求量 production还是遭出 就变成那个stop很高 库存很高 然后再加上很多国家都封锁 然后也有爆跌 所以 就是 这个阶段的时候 是这样子 然后呢 之后呢 因为 之后呢 主要还是因为经济回复 经济回复 所以呢 就慢慢的 价格就上升回来了 所以呢 所以那个 如果是说 commodity的话呢 它的 它的起见呢 都会有 有原因在的 我觉得它呢 如果是长线来讲的话 fundamental是很重要 如果你交易短线的话呢 可能技术分析 会适合你 好 再来就是 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马来西亚的 这一个 出口 到印度的 这个种旅游的 一个对比 这样子 这个蓝色的呢 0.2 0.2 是average 5年的average 2015年到2020年的average 然后 大家可以可以看到 目前为止 2020年 出合到印度的 很低 大家可能 看着都会吓到 截至2020年5月 印度出口 竟然比前面 5年低了 很多很多 所以呢 这个呢 就是要 让我们的 马来西亚政府 好好的去 跟印度那边 做好 谈 就是谈好了后 然后就靠他们了 ok 好 接下来可以 给大家看一下 马来西亚 中流最新出口进度 刚刚前面那个图呢 是对应 只是硬度而已 这个呢 是整个 整个出口进度 就是每一个月 下来的出口 是多少跟多少 总出口 ok 这里一样呢 拿到的图呢 是截至5月尾 1.37 min 然后目前为止 其实有一些data 已经出来到了 也就是那些 我们讲船运机构啊 就是Cargos 他们已经出了一些data 就是比如说 iTS就预计说6月份呢 就是up会到1.62 6月份 然后mspec呢 就是预估1.629 sgs的1.63 其实还有几个机构呢 比如说Ryter 3CIMP啊 还有Bloomberg 他们也是有做一些预估的 然后呢 如果只是拿这三个 10月份来讲的话呢 他们预估呢 6月份的那个 中流出口呢 是达到28.7到30.9 之间的 意思说下一个月的 chart出来的时候呢 就是export会从这里 1.36 1.368.62 标到1600多 所以呢 这个呢 可能10号的时候呢 大家可以注意MPOV的data 如果呢 如果data呢 就是预期 就是跟 大家所预估的一样呢 可能市场的 没有什么反应 因为可能大家都觉得说 已经反应过了 就是之前 之前uptrend uptrend的时候呢 已经反应过了 那如果出来的data 是少过预期的 那可能market就会跌 这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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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谓的 buy and remember sell on fact的 这个动作 来再来的就是 我国政府 就是免税 免征这个出口税 这个是其中一个 要刺激这个 马来西亚经济的 政策之一 然后就是因为 疫情的过后的经济 所以马来西亚在 6月5日的时候呢 就出了一个 就是 一些政策 然后也包括了 这个2020年 下半年 从6 你不讲啊 从6月份开始到12月呢 凡是出口出去的 这个出口税 都不会跟那些进口口收钱 收那个不收钱 收那个出口税 所以呢 这个情况来讲呢 是对买东西来讲 你不用还tax 是非常开心的一件事情 所以呢 这个是其中一个 政府想要帮助 本地这个出口 这个中流的 这个商家 所做的一些动作 也就是直接的就是 协助国家的这个出口 的其中一个部分 然后再来就是可以看到 这个原中旅游 以汽油的价格对比 英文是Palm Oil Gas 五年对比 一样的这里蓝色 84.437 是一个average 这个图呢 其实要告诉大家就是 当如果 你如果这个Palm Oil Gas 的价钱越高的时候呢 它要produce Biolycer的价钱 更高 更贵了 所以呢 现在为止呢 现在为止呢 这个Palm Oil 跟这个Gas 所以的那个 Spread是还蛮大的 所以呢 可以看到 截止7月7号 就是昨天 价格差不多在 170亿 如果对比 average 84块来讲呢 其实呢 是贵很多了 所以其实 Biolycer呢 可能大家知道 在印尼那边呢 大部分呢 都是政府会补贴 比较多 因为他们那边的 容量其实还蛮大的 也是因为这一件 新冠肺炎的事情 所以呢 整个需求呢 整个出场呢 都展延了 就是已经拖慢去了 原本呢 印尼这个政府呢 计划要在2020年 要把他们的B20 提升到B30 这个原本是年头的计划 本来想到1月份 要实现B30 但是因为 这个Coronavirus的事情 所以没有办法实现 所以要延迟 如果马来西亚的呢 没有错的话呢 等一下 马来西亚没有错的话呢 是想要把 原本的B10 提升去B20 也就是说 慢慢增加 这个原种理由 在BioDecil 这个 这个industry的usage 要提升它 就是要 increase它的consumption 这样子 所以这个事也是有帮助 说如果 BioDecil这个计划呢 真的是要 真的是 各大政府就说 可以开跑了 之后呢 它是其实可以 会帮助那个 Demand for Promoin呢 是Bulish的 然后但是呢 目前为止呢 应该 今年话应该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故事好讲 因为 因为Coronavirus的事情 然后也好多就是 交通工具啊 也是没有什么用到嘛 所以呢 应该暂时 暂时可能今年 可能未来这几个月 可能还暂时 会没有什么消息 不过这个 我一直以来都会 都会很注意 这个东西是BioDecil 为什么会有BioDecil 因为要Go Green 然后这个东西 肯定是未来取失来的 只是说 它快还是慢而已 这个肯定是未来取失 因为地球都在暖化 所以呢 这个是不可 怎么样讲 不可ignore的一个东西 好 这里 如果要TripProm Cruppal的话呢 也是可以去MPOB的 这个website 关注 它每一个月 都会announce的一些 信息这样子 每个月都会announce的信息 然后MPOB 通常呢 我们都会关注的是 好 这个图片呢 是5月份的 May 2020 因为呢 它通常是在 每一个月的10号 都会公布 上个月的这个消息 然后你现在呢 今天是几号 看一下我都忘记去了 好 今天是7月8号 然后呢 再过两天呢 星期五吧 10号呢 差不多12点多呢 它就会公布 6月份的 的那个production 它的 我们Cruppal的stock 然后我们 Malaysia的这个 export的那个 成绩是怎么样 所以呢 在这里呢 就是如果你有关注 5月的 你就可以做一个对比 然后再来就是说 其实MPOB 它在10月公布之前 通常通常 它3或者4号呢 就会有一个preview 所以呢 这里是给大家看的 就是一个预估 它预估 库存量1.94 也就是说 6月份的时候呢 出来的库存量数据 有可能就是 差不多1.94 然后比5月份 降低了4.9 然后这里要注意的就是 如果 10月那一天 出来的data 是高过 它stock是高过 他们预估的 它本来讲 是降4.9 然后那一招出来 是降4.8吧 意思是说 只是降一点点罢了 意思是说 那库存量还是属于多的 但是库存量的 那个average 其实average 是在2米链到 那是2到2.5 对 2到2.5之间呢 算是正常库存量 就是低过2呢 是属于库存量是少的 所以 这个情况就是 少过2的话呢 对Cropalm Oil来讲 是bullish的 所以Cropalm Oil 价钱是会起的 因为库存少 我要supply去下个月的 我很少要supply 这样讲呢 如果production没有改变的话 库存量减少的话 我要supply去下个月的 有一点紧 所以呢 这个情况下的 那个 整个市场的情绪呢 就是price会bullish 这样子 然后 一样呢 可以看这个产量的 那个变化以及出口 所以这个6月呢 可以 这里可以 大概可以看到就是说 那个产量是增加 但是增加一点 8%而已 然后出口提升很多 所以呢 这里呢 它导致呢 库存量是下降的 好 这个是一个 这个scpo 以这个库存的关系 库存就是stock 就是该 这里的 库存 stock 所以我觉得 我个人是觉得 那个stock 其实影响 那个price还蛮大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啊 白色的就是那个 酷包m oil 第三个月的价钱 第三个月 continuous month的价钱 然后 这个蓝色的线呢 就是那个stock malaysia palm oil stock 你可以看到就是 尤其是2019年 这一支 蓝色的 大级就是stock很高 那一年stock超级高 然后价钱呢 就跌 因为stock太多了 太多了 然后价钱就便宜哦 这个就是demand supply 很基本的那一个 信息来的 然后再来 如果trade库换外呢 可以了解一下 大豆油 也就是刚刚前面 所提到的 就是Seaboard soy oil 然后再来就是 大连的这个 RBD中旅油 就是他们那个叫做 Palm oil in英文的话 然后这些资料呢 如果说大豆油呢 如果你跟 回地企划开户口的话呢 你可以 你有兴趣看大豆油呢 你可以跟那个 marketing representative讲 或者是dealer representative讲 然后 再来这个大连的RDB呢 就建议大家 可以上大连的网站看 他们的价格 然后白色的呢 就是中旅游 第三个月的价格 然后蓝色的就是beam oil 然后再来 那个orange色的呢 就是 那个刚刚跟 大家说 那个大连的 那个Palm oil in英文 这里想给大家看的是 他们的走势也是 差不多 就是一样的 就是相辅相成的 最主要他们 都是有关系的 好 Next 这个跟刚才前面 FKRI给大家看的 都是一样的 都是它的热点图 你可以看到 从1月份到12月份 这个CPU呢 它还蛮跟这个季节性走的 尤其是通常年尾的时候啊 年尾的时候 11月12月的时候啊 通常都是属于 应该是属于 产量 季节 产量 怎么样讲 产量是最少的 的季节 所以呢年尾呢 如果你Long的话呢 都是有机会的 但是你要记得 刚刚我们说的那个 如果我们Speculator的话呢 我们Trade的是 第三个月慢 所以呢 12月你要Trade的话 就是可能就是Trade 2月份或者是 3月份Contract 要注意看那个Volum Volum追稿是哪一个 好 然后 这里就带过咯 好 CPU的接下来可关注的因素呢 就是 其实2019年的时候呢 有一个El Nino 但是那El Nino 是发生在我们东马那边 比较强 然后 印尼那边也是有几个地方 也是算是主要的 这个 主要的那个出产的地方啦 包括了那个 地方是哪里 Kalimantan跟这个 对 就是Kalimantan 如果马来西亚的话 就是Saba 那边的周暑 都是种干旱的那个减器 所以呢 今年的这个产量呢 可能和不及之前 之前 一些专家所预测的 那个产量的 的那个数字 然后再来就是 也要看外盘的需求进口 大概有看到那个印度的 算是少 所以我们其实如果 印度那边真的是 忽然间就是 大家关系和好了 然后他们的经济也如果 开放回来 那个需求会很 应该是讲会 可能会有提升的空间很多 然后不过这里 还是存在着不确定性 然后再来就是出口免税 Zero Export Tax 就是有望就是提高这个出口量 然后这里虽然是说6月到12月 是这样子免税 但是 还是要这里 还是要稍微注意的说 如果价钱 受到某些好的因素影响 价钱提升到很高的时候呢 怎么样讲 他们政府那边 还是会做一些动作 再调高那个税 因为也是要保护就是 国家的一些refiner refiner他们的那个 要 要produce那个东西的 那一个什么 要produce那些油的那一个 成本 所以价格 其实价格的预期是稳定的 因为我觉得怎么样讲的 那个CPU呢 还是有哪一个需求量在的 然后下半年预测 是处于中性偏多 中性偏多就是 expect bullish 然后不会很bullish 然后可能会在 2400到2500几之间 好 接下来就分享 关于这个技术面的 其实我个人本身呢 是比较喜欢看几本面的 然后技术面呢 我用的indicator呢 还蛮简单的 不会很复杂 也就是moving average 还有就是RSI这样子 然后这里呢 你想要注意的可能就是 你可以用这个 你可以 你可以 看着那个candle stick的时候呢 这个是 这个是在 Burnberg拿的chart 然后 你也可以用很多平台 可以拿到chart的 然后当你拿到这个 你有一个chart的时候 你可以先画线 你可以先对那个candle stick画线 你可以大概知道说 这个目前那个trend是怎么样跑的 然后 再来就是 除了用这 除了就是candle stick那边 你画一个指线来对联之外呢 另外一个可以去是那个 区别 识别趋势的呢 就是用moving average 其实也看到 通常我会放21天 100跟20 另外一个其实是50天 我没有放在这个chart 不好意思 然后你可以看到其实有一个短期的chart 还蛮连着它的 这里可以跟你识别那个趋势 如果那个 那个 average moving average的写度很斜的话呢 它去那个方向的那一个 会比较深一点 比如说在这里很尾的时候 你也看到其实那个紫色的20天 是要往向上的 然后把因为那个 那个100天 一个200天呢 它那个写度是向下的 所以在这里的时候呢 可能会出现那些consolidation这样子 就是可能 可能怀疑大家讲的是红白 然后再来就是要识别support resistant 然后一样 几次跟那个chart开了 你画线 通常呢就是说 动最多的 动到最多的呢 就是很 很相近的 会一直停留的点呢 就是 依然的是支撑点 还是主力点 然后支撑点就是说 当那个价格慢慢卖到 去到一个地方的时候呢 如果是价格sell到 去到一个地方的时候呢 它会有一个很强的支撑 在那一边这样子 如果突破的话呢 就是会继续向下 如果不突破呢 几次大概两三次呢 它就是会另外 往另外一个方向跑 这个是 个人的一些研究 然后再来 除这个阻力跟支撑呢 除了画横线之外呢 还有另外一个方式 可以看到这个support resistant 也就是一样也是用moving average 你也是可以去detect 那一个support resistant 所以这个support resistant呢 是可以给你作为一个 进场出场点的一个 其中一个reference 这里就不要过 然后接下来 所以算是还蛮尾端的 就是 好 来提一下 这个交力心理学 就是前面呢 大学的就是 除了基本面学的之外 还有技术面之外呢 后面你必须要懂得 这里就是 交易心理跟风险管理 但是在这个之前呢 我想要问大家一个问题 就是 你认为 你本身认为 基本面跟这个 基本跟技术分析 哪一个比较重要 好 谢谢大家的回应 我收到的是 两者都重要 对 其实我本身也是 还很重视 我两个都重视 因为我本身是 比较喜欢用这个长线 长线来看的 所以呢 我也是 会注意这个基本面的 好 好 这两个都具备呢 过后呢 你要有的就是一些 交易的心理 这个风险管理 然后这里是 大概分享一个 比较基础的 然后情绪管理 就是说 当我们在做交易期间呢 我们通常会有 很多的情绪 尤其是有很多 就是当我们刚进场的时候呢 我们赚钱 第一次赚钱 你就会自满了 但是那个心情呢 也不要自满 因为 因为那一个 你在赚钱这个时候呢 你的选择 你有没有用上它 这个是要注意的 另外就是理解FOMO FOMO另外一个是 Fear Fear of missing out 就是说 有时候我们 我们会很担心是说 好像人家 人家进场了 进到这个train了 然后我也想要进场了 所以你之后会变成 很急着要进场 因为 看到马克在跑 在上车了 我要去追他 我要去追他 然后在这个很没有缺乏 这个研究的情况下呢 在跟风的情况下呢 你就会 你就会 只是Follow罢了 变成没有自己的一套 然后 还有就是 通常会有很多情况 就是说 这个 本身是遇到了一些 一些顾客的情况 就是说 会有一个 总体是说 哎呀早知道我这样 早知道我那样 然后在这种交易情况下呢 你就是不要去想早知道了 如果今天 如果今天这一个 如果这个trend miss掉了 不要紧 其实还有机会呢 我们看到马克就是 一直上 一直有上下的 就是有机会 然后再来就是 避免这个 交易的这个失误 然后就是说 你每一次的那个交易 不管交易的经验的人 多多多年 或者少年的话 都会有失误的时候 所以你知道 理解是被交易背后的逻辑 这里就是 当你每做一场交易的时候呢 你就会 你要做记录下来 你是在 看到什么情况下 你做了这个交易 这个是可以给你 去做一个reference 然后也就是说 交易的时候呢 尽量就是要留buffer给自己 比如说CPU今天是4500 那最好呢 我本人觉得是 最好有一个18%的buffer 这样子 就是说4500 再加一个18%的钱 所以不建议准准 不建议准准放一个4500交易 然后再来就是 就还是战胜这个贪婪 贪婪的意思就是说 渴望而不值满足 就是说你可能你 你的trend已经赚钱了 但是你不知道要怎么样出场 然后这就是说 在任何交易之前 你要做一个planning 你在什么点你就要出场 如果你有时候 你去到一个点 是赚钱的点了 然后你再一直追 一直追的话呢 最后不小心把这个追 把这个profit变成loss了 然后你就会有失望 所以就是 在做任何交易之前呢 都要有一个planning 然后再来就是 持续交易的重要性 就是说 做交易呢 要有一个consistency 然后有时候我们讲新手 包括之前 以前的时候 当我们一看到一个 一个uftrade的时候 我们就快点 很急着要进场这样子 然后 有时候就是 今天我在CBO 我现在CBO CBO我还没有很稳定 我就跑去吸爱这样子 的话 就是说 很快的你会跑 转移注意力 然后你在一个市场 其实你还没有熟悉 你就跑去其他的市场 就是不太建议 建议就是说 先赚注一个产品 然后也就是 做持续的交易 就是每一次交易 都做记录起来 然后consistent consistent真的是一个 对交易非常重要的 所以为什么 有些人讲 FKRI没有moven 我怎样trade 但是我亲眼看到 有client 很持续性的去FKRI 就是在FKRI赚钱 所以自己 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然后进行风险 这个 风险管理这一方面 就是学好 就是在事先 就是一样 前面还是一直有重复的 但你进场之前 你必须要先设定好 你的目标 然后你的支撑的水平 然后这样子 可能你没有这样stress 你经常也没有这样stress 因为你已经plan好 everything已经plan了 然后也要清楚知道 自己可以 可以 接受的风险的 那个程度 等一下我会问 对不起啊 因为时间都到了 我问一下Oliver 对 还可以再继续吗 还有没有还几个slide 不会多对吗 我觉得你可以继续这样 好 不好意思 我太 我太楼堡了 OK 好 那我继续下一个 这里就是这样子 这里就是给大家一个concept 当你在把马线要过马路的时候 绿灯亮起的时候呢 然后你还 有时候我们会看到 还是有车会过的 在这个之前 你通常会做什么 正常来讲呢 我们就会 我们可能 我们是一定会看车的 我们就要看前面两边 有没有车 这个是一个stop loss 如果是在trading market 你也不是什么盲目这样子进 before that 你已经做了prepareation了 然后 另外一个情况就是 当每一次 如果没有任何车过红灯的时候 没有任何车 就是当你看到红灯 没有车过的时候呢 你会不会 也跟平时一样 先站着看车 还是你会直接过马路 对那个红灯非常有信心 所以其实情况就是说 你不管在什么情况下呢 你都必须要做一个止损 都要为自己做一个自我 就算你知道说 那个那一条路 那边驾车的人 都是很守规矩的 但是你还是要做一个 保护自己的动作 就是先看看两边 有没有车才过马路 好 所以呢 这里呢 其实就是 风险管理的重要性 这里给三个example 就是说 但如果今天 你有一个十千块 你损失了一个五十八千 你剩一个五千 然后你就必须要用 一百八千的effort 去把它赚回来变成时间 这个情况是在 你不做任何bank in 你只是 你只是一开始 只有一个十千 然后第二个情况就是 如果你今天 你有一个十千块 然后你 你可能就是没有做planning 你可能就是没有做planning 得到这个 等那个equity 去到一千块之后 你才想说要出场 然后在这个情况下 你要用一千块来赚 用回一千倍的effort 来赚回这个十千块 所以这个是 可以给你看看 最后一个就是 你今天你只是 设定一个十八千亏损 然后你剩九千块 然后你只需要用 十一八千的effort 你就可以 就是赚回这个十千块 所以这个是一个 大概大概一个concept 这样子 你如何设定 你的那个亏损 的那个八千里 然后也就是说 不是每一个人 怎么样讲 可能你如果刚开始的话呢 你可能就size 你自己小一点 不一定要 不一定要塞浪这样子 一定要留buffer给自己 然后不管怎么样呢 都要有一个plan 其实其实网上有很多 就是教人 怎么样trading的东西 这个东西 你一上网 你就可以学到了 所以呢 这个东西是要 勤劳上网 然后再来 你学了那个方式 你一定要试看 你没有试看呢 那个东西 是不会成为你的 怎么样都是别人的 所以就好像今天 我跟你讲的这个东西 今天我们 我们只是听而已 然后如果那个东西 不apply在自己的身上 的话就不是属于自己的了 好 再来呢 这个风险管理控制 这个是关于position sizing的 那我们就有 这个算是后面了 蛮后面了的 有交易者 ABC 这样子 第一个A呢 它是非常aggressive的 它每一次交易 它能承受的是 两千块的亏损 两千块亏损 或者是两千块的盈利 然后第二个交易者B呢 它每一次交易呢 它最多只能承受这个十八千 这个交易者C呢 它比较 它比较 conservative一点 它只能接受两八千 亏盈都好 都是两八千 它每次设定就是两百千 好 再来呢 我们看这里 第一个亏损 E 这里E就是说一倍 一次的那一个亏损 亏盈的是说 这个交易者A呢 他前面四个record的时候呢 全部人都是lossus的trade来的 然后他四次罢了 就已经亏完他的钱了 这个情况下 就是不要讲 我有另外一遍印钱啦 只是说 如果你一开始 有一万的这个资金 然后交易者B呢 你可以看到就是说 他在第一次亏损 他可以亏损十八千 然后他钱剩下九千 第二次呢 他一样只能 只要亏损十八千 然后呢 他钱剩下八千亿 所以你看到 接下来你看到 这个盈利益的时候哦 OK 他赚回那个十八千 他的钱又回来了 接下来他们又在做亏损 然后接下来盈利 那个五就是盈利五倍 那时候他的trade呢 就是盈利了五倍 所以就是 乘到来这个十八千 再乘五倍 所以呢 他赚回 赚回钱 他从这个五七七三 赚回到八千多 再来又再亏损 之后呢 之后 之后多一个trade呢 哎 哇 赚回十倍咧 就是已经赚回了那个钱啦 所以你这里可以看到的是 他最后的亏盈利 就是盈利了五十五八千 然后再来就是交易者C 交易者C 他是两八千吧 所以大级是可以你可以看到从亏损一 每次交易的次数来看他的那个 他的变动 最后呢 他在最后一个盈利时的时候呢 他可以就是有一个profit 他的profit就是 如果compete with 他的initial initial的资金来讲 那就是十六八千 所以呢 这里可以说是 哎 你可以是交易者B 或交易个C 尽量是不要是交易者A 那个是真的是 high aggressive 除非你真的是可以接受 这样子 然后B跟C呢 也是看个人 可能C呢 他本身是 呃 不能承受这样多 那就是比较conservative一点 他还是一样可以赚钱 啊 所以呢 这是看个人的 不一定每一个人都要是B 每一个人都要是C 好 好 所以之前面呢 想要要跟大分享是 你要做好这个 呃 这个风险管理东西 还有就是 几时做这个止损 就是stop loss的东西 可以保证你在市场上产生 不管怎么样讲了 你都是要一直为自己保本 保本再保本 保本就是保护你的本钱 所以呢 这里呢 一个总结是 你要留的青山在 不怕没彩烧 总之不要亏完就对了 怎么样都要让自己留 留那个钱了 再继续 再继续在这个市场 就是比较能久一点的 比较能维持久一点的trading 好 这里可能跟 好 这里我就给大家一个问题 这是最后了 好 说到这里 后面是比较快的 非常抱歉 因为前面太楼梭了 这里你觉得 呃 负金管理 已经情绪管理 在期货交易里面重要吗 非常感谢大家的回应 都大部分都觉得重要 还是有人觉得是75%重要 不过是就是都需要的 好 说到这样子 这个通常这个如果有来参加 Philip Future Seminar的都可能都有看过了 一辆跑车跟一辆国产车 那辆车你觉得比较安全了 其实都没有 如果在现场可以看到下大家反应 那这里可能我就要自己自己讲自己开心了 好 不管你驾 好火车都好 你驾国产车都好 这里呢 终究都是回到说你那个风险管理 说风险大还是不大的话呢 都是取决于自身风险管理的意识以及能力 如果您开车 你开车你的方向盘做的好 你是一个很文件的驾驶员 那哪一辆车对你来讲都是非常 都是 啊 非常安全的 都都不理他的quality都是很安全的 好 好 所以这里呢是要提醒大家是 啊 计划交易之前呢都必须要做足功课 以及遵守那个几率 啊 就是几率就是那里spring 然后风险控制的东西 这些东西其实在网上都很容易学到的 然后今天主要我觉得好像花太多时间了 在那个基本面那边 好 所以呢 我的分享其实就到这里了 然后再来就是再给大家refresh一次 我们这一个月的这个formation 然后如果你可能刚开始 你可以先来尝试FKOS CPO这个market的 好 所以啊 这个是我的联系 就是如果你有问题是可以发email给我 或者等一下那个Q&A的时候 就是有问题的话可以 可以发 好 就到这里 好 非常谢谢树林的一些分享 这样就现在到我们的问问问题环节 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尽量去缩短 如果没有回答的我们也会一一回复 所以我树林我这边有一个问题就是 你如何看待目前的 FKI的趋势现在是否出现一个双顶的signal或者会有直接突破1600 我个人觉得它有在那个爽顶可能1600的时候会有 会有sealing pressure在 个人觉得还是个人看法会有sealing pressure 因为有一个200天的moving errors就其实就差不多在那个1600跟1600多之间啊 我们有时候讲那个resistance还是support的时候我们不是准准看那个point我们是看那个area 所以我觉得在一些news的时候会有一些消灵 pressure 好这个是我个人的看法 好谢谢树林的分享 所以今天的环节就只知到一个download这样 再次给大家看我们的Fullet Futures all-star reward 所以如果有兴趣可以扫描我们的这个 Sekiracord 然后这是我们的联系方式 所以有什么问题你也是可以联系我们 所以再次谢谢大家的 大家的参与 谢谢 Oliver